英哥幼儿园小小孩逗趣可爱的几股表演 为颁奖典礼精彩节目 台上孩子们分成金银铜牌与家座奖各组别排排站领过奖状 台下爸妈们忙着为家中宝贝留下荣耀瞬间 脸上满是骄傲 区长周敬平表示 今年主题从家庭出发 每一件作品都充满着爱 办了第三年 每一年的主题都不同 像今年主题是《我家庭真可爱》 那每个小朋友呢 把他们心目中跟爸爸妈妈或家人或朋友 他们最愉快最难忘的一个记忆 整个把它整合融合到一张图画来 我觉得这每张图画都是充满了爱 领奖的这些同学 每个作品都有它独一无二的地方 觉得今天活动相当有意义 一张张陈列在展示墙上的得奖作品 是孩子们同志心灵中 对于家的样貌与想象 连续参加三年的简家姐妹 今年再度荣获幼儿园组与中年级组金牌 作品里真挚纯朴的天伦情感 是打动评审的绝佳关键 你今年画的主题是什么 烤肉 因为很久没烤肉了 我今年画的是全家一起去暴食烟囱玩 妈妈问我要怎么 要才能画出妆块的样子 200位从2000件作品中脱颖而出的 金银铜牌与家座奖得主 跟着爸爸妈妈阿公阿嬷一起来到颁奖典礼现场 新北市议员洪家军感性的说 这就是最幸福的画面 进来的时候看到很多我们的大朋友 牵着小朋友一起进来 我觉得好棒哦 因为有的连阿公阿嬷都一起来 并不是只有爸爸妈妈带的小朋友而已 那同时我觉得就是说 这样就叫做幸福一家人 透过孩子的笔触 能够看到就是说 孩子的世界里头 他们的一个期待 他们的一个想法是什么 那我觉得这个不论是 对于我们在地的教育文化 以及我们所期待的 幸福一家人 我想都有传递同样的一个想法 那期待大家一起来 大家都幸福 对许多得奖者而言 这场比赛是他们人生中的第一个奖项 主办大会强调 不论成绩如何 孩子们的努力都十分值得肯定 最难能可贵之处 是透过活动 创造亲子间的美好回忆 中央新闻朱允嘉 英格报导 打励坏 avoir来自立的 每个人都在给他 并且这边是 刚才太的 就会到 大胆子 冬天掩饰了 感谢观看